自2009年以來 中國大陸央行的貨幣供應量 已經陸續超過日本、美國以及歐元區 成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鈔機 去年全球新增貨幣供應量 總額超過26兆元人民幣 中國就佔了將近一半 中國貨幣投放量與GDP的比例 再創歷史新高 那麼導致中國貨幣氾濫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帶您了解 根據大陸央行數據 截至2012年末 中國的貨幣投放量餘額 達到人民幣就是7.42萬億元 居世界第一 接近全球貨幣供應總量的四分之一 是美國的1.5倍 比整個歐元區的貨幣供應量還多 美國南卡羅蘭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指出 中共出於對政權危機的恐懼 不去抗拒通貨膨脹 而是以繼續超發貨幣 保持經濟畸形的增長 導致更大的通貨膨脹 那從維護政權的角度看 維穩的角度看 失業人口的危害呢 比這個通貨膨脹的危害呢 要更直接 更顯眼 更明確 所以它基本上是 從這個維護政治的角度 來增長GDP 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 正常國家的政府支出外 還有負擔從少先隊組織到黨支部 這個龐大的黨組織支出 還有複聯工商協會 作家協會等一系列的行業協會 也要有國家負擔 此外其他國家只有三級購駕 而中國政府是七級購駕 龐大的政府機構 加上中共各級官員 喜歡把自己的親朋好友 塞進水 電 煤 氣 土地等國營壟斷企業 造成中國的能源成本特別高 基本上都是這樣 成本就必然高 錢從哪裡來呢 只有多發貨幣了 龔順利表示 由於中國不是市場經濟 貨幣有黨控制 貨幣發行量和增長度沒有依據 同時又沒有其他法治 國家市場經濟管理的方法 所以中國的貨幣發行 就像一鍋粥一樣亂 他們的收入會遠遠超過 這個通貨膨脹的速度 這是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超發貨幣是中共權貴 掠奪中國人民財富最快捷 最無恥的一個方法 21世紀經濟報導評論指出 隨著2012年 中國貨幣投放量餘額 逼近百兆大關 全年GDP達到50兆 而被用來度量一個國家貨幣 超發程度的M2與GDP比例 再度創下歷史新高 已經達到1.88倍 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新唐人記者劉慧中原採訪報導